最近在福建常乐 一名男子本想趁着深夜 只有年轻女服务员在 对一家宾馆的前台实施抢劫 没想到他却被勇敢的服务员给制服了 凌晨4点30分左右 一名犯罪嫌疑人身穿黑色上衣 头上包裹着婴儿的衣服 偷偷潜入江田的一家商务宾馆 企图实施抢劫 犯罪嫌疑人发现 这名只有一名女性的收银员 正在打盹 于是她爬进了柜台 爬到了柜台里面 这个时候 这个女性营业员发现了 这名犯罪嫌疑人 于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 这个女性营业员呼喊 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巴 醒过来的营业员进行挣扎反抗 试图阻止嫌疑人接走前屋 当时声音很参促的样子吧 然后我听到声音感觉不对 我就立马起来冲了出来 工作人员听到我的声音之后 就直接从里面跳出来 就在这里跳出去的那一刻 她抓住了那个罪犯的衣服 然后就把它给铺倒了在地上 然后我看到这种情况之后 也紧接着从吧台上面跳出去 然后我们后来 还有来了一位小妹 三个人同时在这外面 跟她进行拉扯跟扭打嘛 此时犯罪嫌疑人极力反抗 由于现场较为混乱 在搏斗的过程中 一名宾馆的工作人员 手指被咬上了 最终犯罪嫌疑人 还是被勇敢的宾馆工作人员 用绳子捆绑起来 我们来